玩家來說,12個小時不是大問題 不過我一直看著畫面和大家聊天 從6點到現在7點,聊了13個小時 聊方面比較難 如果你叫我打Poker,打12個小時 就絕對沒問題 現在桌面看到還有5個玩家 1、2、3號位 和4號位的麥家成 都還是兩位香港的代表 五輕都很緊 因為大家都努力了13個小時 大家都不想這一刻輸 好的,筆騰位置 Queen Jack麥家成 Race 看看Race有多少 Race有3萬2千 一個Main Race 好,日本玩家DaiKi DaiKi在Big Blind位置就Defend 就是Main Race 有美國的Defend 空中 Race 1 1 2 3 1 2 2 3 2 暫時還是卡申的Queen High領先 阿袁說得對,投入了下去就會忘我境界 打十幾二十個小時都還能打 打完就回家借了,一睡到床那一刻 Dike All-in五萬多,偷計 有個Gutshot Tesua 50BB Vincent 33BB,香港代表 麥嘉誠 25BB Fongchi Hang 25BB 還有Dike 咦,不是啊,還有三位香港代表 原來 Fongchi Hang 三四五號位都還是香港代表 希望可以 有一個香港人拿回HKPT的金字經獎杯 要等到蛇撞花才能打得完 總之是冤架牌 是呀 Chon Kid Game辛苦我了 教父 多謝 不要說辛苦 大家陪我一起 看到現在大家都辛苦 好,你們看完好快點睡 我就不斷喝水,保持體力 我們看完,跟著我 … 要找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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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cac 明天还会打 必须啦 我们计算了明天的 下午三点 即是香港时间 下午两点 怎么都会啦 我还还没吃东西 还要洗澡 预料没得怎么睡 不过不要紧啦 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 明天的香港时间两点 还会有 这个Round Table Poker的邀请赛 到时会有九个人玩的 Action来到Vincent 香港的玩家 Ace Cream梅花非常漂亮的牌子 五手来说 烟狗麦嘉诚 Race了 一个Main Race来的 Vincent Hold Jason 问我 会不会 明天戴上眼镜和帽子比赛 我会不会 我不知道啊 有机会啊 因为 我一向打Poker 都是那个装束最舒服的 我通常都是会 穿上自己最舒适的装束去打Poker Ftop 35 Queen Vincent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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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枪 一枪 Fong Chi Hang Full Carson对Vincent Heads Up Turn 8 仔 Chon Kid Game CAM 想看教父操作 都没什么操作了 明天打下来就知道了 九手 当是 Sit and go 一张桌子打 我说卡森再打到唱 七万五千 一枝有点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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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大家快点 大家 大家 教定闹钟 跟我一起 明天 如果 真的想看教父操作的话 Top 10 没得走没错 他暂时不会走 除非卡森外面 这下他除非推开 有机会打得掉 看看卡森够不够狠 都狠 两大洞 两大洞 一栋黄色 一栋蓝色 卡森够一万 12万 没得走 Vincent暫時是chip leader Vincent拿著煙十 Dike拿著吸手煙 他只有16,600個BB 沒有攤牌價值局推 其實卡申如果立心是偷的 麥家成 不好意思 如果立心是偷的 其實他打得12萬 其實推是真的有機會推得走的 因為你始終你說toptop 但是都是一拼而已 大家要留意一下 要是不偷 一偷一定要夠狠 不然不如你第一槍也不要偷 不是說卡申打得不好 當然是現在打到7點多 大家都 體力都差不多用盡為止 但是 這個疲累的因素真的會很影響 卡申就已經 剩下9個BB 現在SB和BB太多 當然了已經打了13個小時了 Vincent Vincent 少於1% Dike吸手煙 大於99%勝率 不安 不安不如不要偷 坐下我們 好 各位圓環 順利勝出 1號玩家 Dike 日本過來的玩家 FINcent 51BB TSUYA 50BB FONCHI HANG 21BB Dike 13BB MECA SHING 7BB 我感到你 最後一位都淘汰了 因為 Vincent暫時是chip leader 52BB John Keith Game 教父陪著我們累不累 你說呢 我這個 HAPT成Round Table Poker的比賽 由剛才的黃昏六點鐘 開始一直做直播 做到現在早上的七點鐘 剛剛好做了十三個小時 我不是黃昏 才開始做事 我是早上十一點半 已經來這個Casino裡面準備 當然是超累了 現在 多謝支持 多謝支持阿Lo 你們繼續看 繼續陪著我聊天 那我就沒有那麼睏 那我就沒有那麼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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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QUEEN, SULLID, MEKA, SHING, ACE4, KING4都不開了 我只有一個KING9,哇,四隻KING出光了 JACK78,大家暫時都不中,但反而七狗看書 有隻狗仔在搏卡洞十 這個獎杯是哪個DESIGN? 不如大家猜一下,給我一些訊息,和我聊天 大家猜這個香港的金子經獎杯 你猜是哪個DESIGN? 大家覺得美不美,給點意見,覺得獎杯怎樣? 整個都是金屬,很重手 TON KIT GANG 說教父,即是說我 KIT QUO 說CATHY, KAI HANG CHAO 說CATHY, KING KING HO 說CATHY,暫時三票對一票 好奇一問,Alvin,誰知道他們手牌,不覺得有CAM拍到 Alo 說Eric設計 誰知道他們手牌,我們用這個是電子感應桌 全世界的大賽,都是用這張桌直播的 彌米說我設計 他們兩隻牌,派在前面,一放在前面的時候 將桌子就有SENSOR,就知道她在玩哪兩隻牌 Angela,Angela,Angela On,還說還有女士,女士排到這麼晚 我等大家回答多一點,現在在猜中 這張這個這麼漂亮的金子京獎杯,HAPT的金子京獎杯 是哪個人設計的 KARSEN,ACE,QUINN,ACE,A2推出來 方Chi HANG,KING,QUINN接了 全部收了KARSEN的籌碼 A side是領先的,不過King Queen也有三成多四成 最後四個人 不好意思 Chon Kid Game叫誰 好心急啊 路 还有没有人说答案 没有我就要开股了 路追问我了 这个金字经奖杯哪个设计 美不美才大家觉得 我本人就觉得非常美 Cream 8对5 吸手5顶到最后 三只overcut 都一样顶到 连续收两扣 Kai Heng Chawa 漂亮 我也觉得很漂亮 这个金色的金字经奖杯 隔道 可不可以说一下刚才Erik和JW 为什么out了的 大約幾點的事 他們R是剛才大概 2、3點 2、3點的事 想看在澳門搞 我想在澳門搞就問一些 因為自從2018年之後 大家都看到澳門已經沒有了比賽 我不知道是政府的原因 還是私人機構的問題 總之大家都看到 2018年之後澳門沒有了比賽 只有cash game Hold Jason 我自己本身有沒有地區排名 有的 有的 因為其實 你去世界任何一個比賽 只要你是 入到前圈 ITM 都會上一個 世界性的 player database 就是叫做 Handed Mob 對 我 都 2018年 開始 打破黑 Tournament 出去外國 我打了 打了四年多 五年 但有兩年 就是COVID 沒得去的 其實我打了兩年 我本身 自己都有五個 Trophy 即五個冠軍 一個在 同樣的 這個賭場 一個在 韓國 庫山 跟著 我在台灣 都拿過 獎杯 總共五隻 不覺不失 我還記得第一次拿獎杯的時候的興奮程度 好 一flop 二三四 Pair五零先 還有兩頭蛇 好 蛇了 就join deck join deck Alfred Cheng Ricky Ricky還在 當然 我答應了大家 陪大家 一起講到 直到冠軍出現為止 現在只有三個玩家 Vincent 49VB Tatsura 49VB 第三名的Vincent 第三名的 香港玩家 現在兩個香港玩家 一位是日本的玩家 好 盲著來到八千萬六 Anti萬六 是啊 我在這裡 大家都還在這裡 我一定繼續在這裡講 放心 Ricky 有什麼提上方法 我沒有啊 沒有提上方法 大家提供一些給我 行不行 阿Lo說叫Kathy 進來陪你 我剛剛送了Kathy 回酒店房 先睡了 先休息 我不想女孩子 捱到這麼晚 你知道女士 沒有我們男士 那麼捱得了 我就繼續陪大家 打到冠軍為止 放心 Kathy 就 先回去酒店房 休息 剛剛就送她回來了 我回來 繼續跟大家講到尾 放心 早安 早安 YC 我不打全職 因為我呢 就整副心機 放了下去 搞 推廣 例如搞比賽 例如搞 cash game 那我就 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打全職 不過我都打很多 我一個星期打起碼三四晚 在自己銅鑼灣那邊的 Poker Room 每晚都跟我們自己的會員 一起玩 比賽方面 就逢星期二至六 我們通常夜晚 七點或者八點都會有比賽 詳情留意 我們的Facebook Page Hong Kong Poker Games HKPG 又或者 HKPT Hong Kong Poker Tour 都可以找到我們 不過比賽資訊就是 Hong Kong Poker Games 還有啊 這個比賽就是 HKPT 乘以Round Table Poker 袁卓扑克 記住 大家幫手 subscribe 袁卓扑克 Round Table Poker 這個channel 記住按下個鐘仔 Alfred Cheng 如果遲些 我回來香港 我都想來玩Poker 沒問題啊 大家知道Facebook 怎樣找我了 如果遲些回來 如果遲些回來 Barry Lee Ricky 有沒有對過Phil Ivey Tom Dwan Tom Dwan 我剛剛去到菲律賓 那裡打比賽 那我就 沒有跟他對過打的 就見到他了 見到浦克明星都很開心 這類型的 就是世界級的 浦克明星 我打過的有 Daniel K 的 nickname 叫做Jungle Man 大家認不認識Jungle Man 那我跟他打過的 Jungle Man的技術 非常之好 那他打得 打得這麼久 又打得這麼high stakes 大家都在Youtube 看過他很多片 我相信 那次打 就很幸運 我贏了一點點 我很記得 因為 真的跟 浦克巨星打 大家認不認識Jungle Man Daniel K 我猜哪個會贏 其實很近 40BB 對38 對36BB 大家差兩個BB 我猜 很大 我猜哪個會贏 我看過 給馬良 看誰大機會一點 Barry Lee問Ricky 信不信Poker有作弊 我可以很直接地回答你不是信不信是必定有 有些人是有作弊的存在的 你任何一個遊戲 都有人會嘗試用一些 不公平的辦法對其他玩家去贏出這個遊戲 不要說Poker 任何一個遊戲都有人會作弊 但是Poker來說已經算是 如果你在Casino玩 都算是幾公平 因為有個學官有Floor站在那裡 都幾公平的 因為這個始終很多技術含量的遊戲 接著有可觀和Floor在那裡盯著 都幾公平的 是 作弊多數是甚麼呢 跟大家說深入少少 作弊多數是一些 詩局 去一些不知甚麼地方玩 不是合法的地方玩 那些呢 多很多作弊 因為沒有監管的存在 那些多很多作弊 有甚麼三四款五六款 作弊的手法我都聽過 我都聽過 Raid Mesh 講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直播如果超過12小時 條片可能無法保存 你說Youtuber 這個是不是你經驗之談 你是不是試過直播條片 12小時以上 跟著無法保存 Raid Mesh 如果聽到麻煩覆覆覆我 麻煩你 請問一下如果離桌最久可以多久 就是你09-08CSK 你是否在問如果走開 就是你有些籌碼在桌面 如果走開最久可以走多久 就是例如去廁所 規矩上沒有規定你可以走多久 你多久都可以 不過呢 你不在的時候 如果輪到你大盲 就是big blind 和small blind的時候 那可觀會繼續燒你的盲著 要幫你擺的 那他不會說因為你不在就不用你給big blind 那所以呢 就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籌碼 你可以離桌的 maximum的時間 就是你的籌碼 可以燒多少圈big blind 和small blind Raid Mesh答了我 其他Youtuber有講過 那怎麼辦呢 我們這條13個鐘 是嗎 不理了 等我們後面那些技術同事 搞了這些 可不可以save到這條片 是啊 我不管了 陪大家講到最後先 等我們的技術部那些同事 他們研究一下 我真的我研究都不懂了 辛苦了不用了 謝謝大家陪著我講 我非常開心 為這個撲克 幾點睡都沒問題 現在最後三個人 兩個香港玩家 白色帽那位就是日本 日本的玩家 我們邀請過來的AV南 南優 大家很心籌碼 尤其是日本選手 白色帽那個 非常之心籌碼 阿Lo還沒開估 哈哈 好啦 現在開估了 這個這麼漂亮的金子晶獎杯 主要設計者是美女Cathy 我和我一起想出來的 不過主要的設計方面 都是她想的 我和她討論的時候 我也有給意見的 大家見到 有機會見到Cathy 可以讚一下她設計得這麼漂亮 我自己都覺得很漂亮 我都非常之滿意這個獎杯的設計 Barry Lee問我 我跟她說 Ricky有沒有試過 all in到兩次 就是派兩個flop 是吧 就是run兩次 run三次 有的 cash game經常都有的 你推了all in 你就可以和對面 大家聊 你就一次兩次三次 這個很standard的 這個操作 阿玄說 掌杯哪個設計未開估 我剛剛開了估 阿玄沒有聽到 Justin Yip 說人家很harmature 不要緊的 我很歡迎任何問題 無論你是玩了多久撲黑 無論你是剛剛加入 這個撲黑大家庭 還是打了二十年好 我都非常歡迎你發問 沒有問題的 我全部都會回答的 Justin Yip 應該 都是老手來的 知道別人的問題 你應該都很有經驗的玩家 在香港區 在香港嗎 Justin Yip 有空過來我們 打比賽 來我們店裡打比賽 嘩 Justin Yip 去Hustler的livestream 我給你加油 去Hustler打一下 0908 CSK 你知道我明天是2點2打 2點是香港時間 韓國是3點鐘 記住看我打 有興趣的朋友 看我怎樣贏 或者怎樣輸 Adrian Cho說我為什麼可以 不用睡 其實我是要睡 現在Chip Leader暫時是日本玩家 Tetsuya 100萬以上 另外香港玩家 六十幾萬 兩位都是 Adrian Cho 我是要睡的 不過 現在在做事 就不能睡著 陪大家 大家一起看到沒有 還有3個人 應該不會很久 Justin Yip 今晚去Hustler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玩家 希望你多贏 今晚 是嗎 Justin 是啊 我和Cathy 經常都一起到處去的 有一次去了 幾個月前去了倫敦 那麽巧在吃飯 即是說一些題外話 那麽巧在餐廳吃飯 旁邊台又是香港人 然後竟然認得我 真的很開心 就是我做了16年撲克 推廣 那麽呢 卻之 卻之 有少少 recognition 有人因為撲克認識我 那麽 我非常之這麽開心 因爲我 從來和大家都一樣 一個普通人很意外撲克 打算去講一下 沒有想過會 真的去到外國 有人認識我 我上次剛剛回來香港 在菲律賓 現在那個海關都認得我 我真的非常之開心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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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撲克努力了這麽多年 推廣 搞比賽了 那麽就有少少 recognition 那麽 非常非常之感恩 哪麽 請 特工 請 不要緊,你下次回來香港,你聯絡我,大家知道怎樣在Facebook、IG找到我了 Facebook更加容易 Terry Shum,用第二個器材重播 多謝你的意見,我會告訴我們Technical那邊的同事 沒問題,Justin,你聯絡我,你知道怎樣找我了 好,看看ChipCard,56BB,Tesuya110萬 Fong Chi Hang 64萬,Vincent也有五十多萬 不好意思,剛剛撕了橙,吃一下,是金 謝謝你,Justin 剛才我提及Jungle Man,有沒有人認識Jungle Man 剛才有人問過,我跟哪個明星級的玩家 例如Phil Ivey、Tom Donne,打過牌 我真的跟Jungle Man有打過牌 有沒有人認識他 Hasla 2,沒錯,Justin 你在Hasla打,當然你認識 其他玩家認識嗎 Daniel K,沒錯 Kai Hang Charles,醒目 就是Daniel K,Jungle Man 那次來香港,也有上來我的Poker Club 跟我一起玩一下Cash Game Terry Shump,英國看了十二個小時,英國完成參加 Terry,你答應了我,我記住你的 快點在Facebook找我,大家可以直接在Facebook找我 加我做朋友,就聊天容易很多 Facebook應該找到我的Ricky Chang,C-H-E-U-N-G 一看我的頭像,我的嘴頭應該大家認得 Terry,英國哪個頭啊你,倫敦啊 我上次去了倫敦,四個月前,五個月前 四個月前,去了倫敦 還有再去了Nottingham的 全英國最大的Poker Club Dustill Dawn 那裡打比賽,即是參觀一下 我都未去過Dustill Dawn 哇,去到入去很美啊,五十幾張桌子在裡面 Kingshton,Kingshton,OK啊,很近啊 我都,倫敦我都熟的 Barry Lee問我是不是香港長大 沒錯啊,我是香港長大的 那我就,完全土生土長香港人 那大學就去了美國那邊讀 就在東岸,New Jersey那邊讀大學的我 Justin Yip 啊,這個很明顯是 打了很多迫克的,有知力的玩家 我一說Dustill Dawn 直接那個老闆都說出來 Rob Young,沒錯 明星上次林寶怡,沒錯啊,林寶怡都是明星啊 應該大家都知道哪個林寶怡 不過我很少人說我像林寶怡 不過因為我平時你知道 我又戴著頂帽,又戴著眼鏡 遮住了樣子都不是很看到 我平時比較低調的 還有我習慣了打破黑的時候 那個裝束呢 我自己個人感覺最舒服 覺得很舒適,輕便 Terry Shum 喂,Terry馬上加了我Facebook 我講針 加了你先 大家可以加我Facebook Terry Shum 好,Terry加了你 大家有興趣做過朋友 喜歡打破黑的 大家都是熱愛破黑 多謝你加我,Terry 是吧,Terry 南京西裝,灰色西裝 帶著黑色帽 那站在奧運大樓那個台前面 說話的 Facebook是沒錯,Justin是Facebook 将来Terry有机会 看看在伦敦还是香港 跟你切磋 Phoebe Yau 谁是Phoebe Yau 先出声 在谈论里 是否刚刚加我啊 Phoebe 我不敢乱家人 是否Phoebe Yau 刚刚是在观众这个check room 里面呢 Justin Yip 刚刚加了我 Justin Yip 刚刚加了我做朋友 有了 你可以看看 不在我身上 但我希望可以加入英国Poker League 希望可以 打破黑 玩游戏的东西 最重要是 开心 享受这个游戏 千万不要打算 打破黑 打破黑 玩游戏的东西 最重要是 就是很强行的 逼自己啊 我觉得这样不好的 反而打破黑 如果逼得自己太紧 有压力呢 会打得不好的 平常心 所以香港的发挥一定是最好的 香港的发挥一定是最好的 我现在 差不多一倍马量了 我已经去到 设计了 但是我真的对八九六这个game 这个game是没什么兴趣的 因为这个game 就这样 放钱下去 接着就看赢了 赢了 是差不多 完全没有技术成分 我觉得 当然 我有些朋友 又说 有什么路 什么单跳 我真的听不明白 我 因为我是打破黑的人 我是思想 是比较科学化的 我就觉得 每一局都是 是Random 跟上一局 跟下一局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赌场 一定会 吃了你 一个Percentage 的Ords 那样 即是说 你一场玩 是必定输 那我就过不了自己的一关 因为如果玩 必定输的游戏 对一个 打破黑的人 对一个人来说 好像很不合理 那样 是 对一个人来说 对一个人来说 是 对一个人来说 对一个人来说 我做朋友,Phoebe,已經加了你了 在電視上看 Henry Lyre 馬上看看 Henry有看的,Henry我認識你 你不是之前來過我店裡玩的嗎? 香港的時候 Henry加了你朋友 你可以檢查一下 沒問題,大家有什麼撲克上的東西可以聊一下 有什麼牌可以聊一下,問一下我都可以的 隨時可以message我 有一部大牌,Tetsuya 日本玩家吸手Queen 第一名依然是日本玩家59BB Fong Chi Heng 33BB Vincent 22BB 平均 平均 哇,兩個加起來才等於日本玩家的stack 香港玩家要爭氣啊,加油啊,我們幫他們集氣啊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一個日本玩家打倒我們兩個香港玩家 我們兩個香港玩家 好,謝謝 有人說 馬克 南,早安 早安 大家好 好 Dee Lowe 早晨 AV南角城打得挺好 是的 他一向在日本AJPC比賽 打了很多年 他是其中一個宣傳大使 我都認識了他很多年 他打得不錯 他除了拍AV之外 他打Poker也有一手 Barry問JW有沒有進步 JW有 越打越好 自從我幾年前跟他打之後 我發現他是真的喜歡這個遊戲的女生 他桌面也有優勢 你知道美女一定 桌面的男士怎麼都會遷就 JW這個是美女的優勢 他絕對利用到的 大家今天見他打都打得很好 也不會亂來 他知道很多基本功 不過JW不是職業玩家 他也是娛樂玩家 跟朋友們偶爾玩家 我覺得沒問題 無論你在什麼程度 你喜歡這個遊戲 一直玩下去就可以了 Garry Hong說我不用睡 我要睡的 不過 現在大家看到了 還有三人 他就在爭奪畫面 左手邊那隻 金字經長輩 我們HKPoker Tour HKPoker Tour HKPT的金字經長輩 Sho Yee 問直播了多久 由剛才 昨天的黃昏六點開始直播到現在 差不多八點鐘 快要十四個小時了 所以打柏克絕對是一個 耐力賽 馬拉松 誰敢說柏克不是運動 你試試跟我打十四個小時 你就感覺到 柏克是不是運動 Garry Chan說睡醒 AV男還在 沒錯 他還要是Chip Leader 那麼 看Boker也是運動 沒錯 Depends on 你看多久 如果你能夠由我們直播開始 看到現在一起看十四個小時的話 我相信 不過不是我們只看 都沒什麼想法 是不是 看十四個小時 大家說看十四個小時 Poker 算不算是做運動 大家討論一下 Kai Hang Chao 問我 Who is your poker idol Poker idol 我最喜歡的柏克玩家 就是Daniel Nagrano 我覺得他無論由舊時打到現在 他舊時就一向都厲害了 現在的年代開始 個個就講GTO 他說 他都有不斷研究 我有看他的 master class 他有不斷研究 不斷進步 學回現在的 trend 我非常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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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Nagrano 這個玩家 大家有沒有在 大家都知道 我不用說太多廢話 那 Daniel Nagrano 是我最喜歡的 Poker 玩家 我覺得他 非常之好 打得很厲害 阿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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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看柏克都是運動 大家討論一下 是否 只看 如果只看 沒甚麼想 你的腦又沒甚麼動 是否 只看 其實算不算 大家覺得 看14個小時 都累何況 放下場打 沒錯 你14個小時 你每一鋪牌都要跟對手鬥想 你要不斷集中精神 你要 read 那個對手 不可以 miss了桌面的 information 是真的很多事情做的 坐在那裡 打撲克的時候 絕對不是只坐的 那所以 絕對是一個競技運動 就是 有誰 你看完這個 Live Streaming 14個小時連續打 有誰還敢說 撲克不是一個運動 你可以說他不是體力運動 不過不是 都用很多體力的 智力運動 一定是 簡直是 比自己打更加運動 很好笑 大家的留言 很好笑 大家的留言 很熱愛 撲克有多想進步 如果你是 很熱愛的 真的很想 很想進步 我就非常建議你 買這些 online的課程 不止是 Daniel Nagrano 很多其他 很厲害的職業玩家 他們都有出一些課程 很多人有出的 Duck Poke Phil Ivey 都有 Jonathan Little 我也有 少少少少少 不斷在那裡偷拍 145萬 其他兩位跌到 30幾40萬 是 獎詞沒有展示出來 是的 在Tournament Clock 那裡才有展示 清威 還在打 是的 沒錯 我都陪大家 一定會看到 剩下三個玩家為止 Barry Lee問 現時香港大概有幾多職業玩家 如果你真的說職業職業 就不是很多 因為香港大部分人 都是娛樂玩家 有份正職 日常上班 最多晚上和朋友玩一下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但是香港都有很多 很有名的玩家 去了外國 打得很好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都會有的 是 原話 要練習多一點 就實際一點 所以能夠打網上 撲開練習的進步很快 沒錯 無論你在哪裏打都好 總之就練習多一點 你玩什麼運動都是 你越練得多 你就越聰明 你越聰明 你就越更加有興趣去研究 這件事 讓你自己再聰明 是一個正面循環來的 真是想鑽研迫克的朋友 踏出頭一兩步先 踏出頭一兩步 你自己見到少少成果 咦 我真的打得好 開始和朋友打 一直贏 那你就會開始了 這個正面的循環 那就 一路越打越好 最重要是你 真是有興趣熱愛這個遊戲 Barry問中國大陸水準如何 中國大陸打得好 還有我 之前去了 又是兩三個月前 我去了三亞海南島那邊 大陸那邊就打 一個品牌的破壞比賽 那大陸都發展很蓬勃 那次我去的時候 他們的main event有整 四千六百多人 不是說笑 四千六百多人 就是美國的WSOP 快要追到他們的水準 大陸 人最多 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內 中國大陸裏面的比賽 的人數 是會追得上美國 拉斯維加斯的WSOP 他現在已經四千六百多人 我上次去了體驗一下 哇 非常壯觀 四千六百多人的main event 看看 有人 all in Tetsuya和Vincent Queen 狗 Tetsuya Queen 8 Vincent 哇 轉開隻白仔 但是狗仔呢 不用說 但是 Queen 8 當著開隻白仔 哇 香港的玩家Vincent 有運了 那些運來了 開始 哇 給日本人 Tetsuya 當著 Queen 9 對Queen 8 這樣都被他中了 8 好厲害 香港加油 中國大陸水準打得很好 比較空 打得 就會aggressive 但是打得好 好 中國大陸的人打Poker都厲害了 真的 G Gary 看這麼久都覺得累 沒錯 我明白你們了 因為我現在自己都感受到很累 Kyle做什麼 你起來了 Kyle做什麼 推了一輪 日本玩家Tetsuya 叫了 煙露 off 只是被一隻煙 啊 只是被一隻煙都被 都被 看不到啊 香港的玩家 Fong Chi Heng 真的非常之不幸 了 Poker 對煙露 三隻煙都被他找到啊 日本玩家 好了 現在去到head sub階段了 一對一 那 Vincent 對著Tetsuya 最後兩名玩家了 看看籌碼量方面 籌碼量應該很明顯是 日本玩家Tetsuya 的 完結了嗎? 江湖傳聞有A就有三成 是的,我都聽過這個傳聞 是真的有的,有時沒有三成,20%多 去到尾真是運氣取勝 有幾個因素,因為盡量去到很大 你看到剛才盡量去到24萬 我都不記得了 但我希望香港玩家可以贏 我個人希望香港玩家可以贏 直播延遲30分鐘,孫曼,外面應該完了,不是阿美,仍然在嘴巴, 我現在在做我自己很熱愛的事,幫忙推廣撲哈,宣傳,我累得來,我非常開心,真的, 還有非常感恩,有這個機會可以做了16年,依然有機會可以繼續做, KK威,你知道我一會兒還要比賽,是啊,我真的一會兒已經, 如果香港玩家贏了,你叫不叫他進來分享一下,可以啊,我要問一下直播組的同事先, 就算我不叫他進來這個check room分享,可能我都會和他拍幾張照片, 放回我自己facebook,和這個Hong Kong Poker Games的facebook page, Gary問,What time is the next tournament? 是中午,是中午1點鐘,所以如果現在我睡,都還有四個,五個小時睡的都還有, Kyle問我,我心目中有沒有特別欣賞的職業選手? 好,這個問題剛才應該有其他,其他玩家就問過我了,剛剛, 我還是說那個,就是Daniel Nagrano,我非常之喜愛這個選手, 我覺得他,打破黑其中一件事打得很厲害,無論是舊派的打法,還是新派打法,之外呢, 我,說真的,我不認識他,但是我一路看他說話,平時很多videos,生活裡面的videos, 我都覺得這個人是很真,很真,很真,而且是一個好人,我覺得, 好,可說實在是一個主意,還是一個人的? 我,說真的,我看住他,我看見了,今天我看見了, 他看見了,有夠雖然因此,有庸大部分也因此, 我看見了,我看受不了那個主意, 我看見了,說真的,你覺得,我看見了, 很好,我看見了,他就在這裡也對你, 哇,Samuel這麼開心,進入Daniel的Vlog 我也想介紹給我認識,幫助長來的 Hats up,可能他們在教了一個鐘 好,這麼多位,我去洗手間,喝了很多水 我很快,很快回來,大家不要走開 看這個Hats up,頒獎 希望Vincent,香港玩家,能夠拿到這個獎杯 大家不要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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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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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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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